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收看蔡有强新的一期的刀塔尔新闻军视频 那个7.31B终于出了 有人问我为什么新版本出了不及时更新视频呢 第一因为7.31那个版本真的是有点闹着玩 就是太疯狂了 各种西西国外的英雄牛鬼蛇神大乱斗 我觉得他一定会有大更新的 果不其然过了三五天 然后那个7.31B就出来了 这个7.31B呢他出来了之后呢 他把很多很多不太平衡的东西都 估计说是甚至是bug类型的东西都修改了一下 让这个游戏变得平衡了一些 第二呢就是二灯法环太好玩了 然后咱们紧接着来做今天的这个英雄工程师炸弹人 虽然说这个英雄过去大家都非常的讨厌 都非常的讨厌 然后但是呢 重做了之后 这个英雄的性质就彻底的发生了改变了 然后这个游戏中终于少了一个 就是会拖延节奏比赛的比赛节奏的英雄了 好咱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新版炸弹人的理解 用法以及实战的一些小技巧 好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老版的炸弹人 大家都知道 他是通过那种静态的埋雷布一些防御的阵线 然后来阻止敌人的进攻 然后踩到雷区上就可能直接会被炸死秒掉 所以说游戏体验很差 然后现在把这个改了之后 新版的炸弹人就不再是创造什么静态防御的那种感觉了 而是一个鼓励进攻的投弹手 你就这么理解一下就是爆破自杀投弹手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的英雄变成了一个远程法系的一个输出和爆发了 好来咱们看看这个炸弹人的这个基础属性啊 最低的就是这个攻击力啊非常的差紧只有47眼的攻击力 出门补刀是不太好补的 你得补一些什么基础的这些什么小小属性装啊什么的 然后才能够有一个什么正常的55点左右的攻击力啊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然后你要是打辅助的话可以不用补这么多攻击力的装备 打一些偏大哥型的那么还是要补的啊 然后这个5点的护甲非常的优秀啊 然后成长2.5 1.3 3.0 都是非常好的 2.5的成长保证你的血量很高 3.0保证中期的那个蓝量是足够的 然后那个300的移速也不错 好像这不是重点重点主要来咱们看就是技能啊 呃技能也是现在就是 改的当时我是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版本更新那一期大概的提了一下 然后咱们今天讲了仔细点 就是这个宁星炸弹啊它是这么这么一个样子 只要你就是有个蓝圈嘛 这是作用范围嘛 它的施法距离较远啊 作用范围较小好吧 就施法距离很远 作用范围很小就是蓝圈 然后你在这个只要蓝圈内有敌人的话 这个炸弹就会自动的贴上去 然后经过联网中之后会爆炸 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 然后呢这个爆炸的延迟有2秒 然后附着的作用范围是250 就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个250范围比较小 然后伤害是918 270 360 这个伤害就很高很高了 注意是360的一个伤害 如果这个炸弹它扔出去之后 范围内没有敌人 一样也是连远龙之后 它就会自动爆炸 对范围内的敌人造成伤害 然后呢减速是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你扔上去之后呢 敌人被这个炸弹粘住了 敌人会有一个明显的减速效果 你看明显的对不对 一个减速效果 然后 二次减速就是炸弹炸了之后 还会再次施加减速 这个好像是7231B更新的一个加强 在7231B里面 炸弹人是被加强了一波 咱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加强的改动 是在哪 在这儿了 他说 现在这个自杀 基于工程师当前生命值造成伤害 原来最大生命值 现在是当前生命值 所以说伤害值变低了 就是对于自己的伤害值变低了 然后 而且 那个对于自身的伤害值 从过去的最高了 一级50% 现在是35 满级35 现在20% 所以说这个炸自爆 对于自己的伤害 现在真的是低了很多很多很多 然后伤害是做了一个平衡 一开始稍微低了一点点 但是满级是一样的 就做了一个平衡 CD是也是做了平衡的一个削减 然后呢 这个炸弹一级呢 还会对这个爆炸范围内的敌人 再次造成那个持续伤害 不是 持续减速 然后持续两秒 然后这个活性电机的这个时间也平衡了 并且这个20级的天赋 从100年轻炸弹的伤害 改为125的抓取范围了 然后 大概是这么一个 一个天赋的一个改动 好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技能 一技能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处理输出技能 因为它CD只有6秒 但是满级伤害有360 那很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 我6秒钟能扔两个 打团的时候第一时间扔一个 然后6 我就是5 4 3 2 1 再扔一个 然后这两个炸弹 就能炸出360x2的一个AOE范围 并且这个就是 就是随着你的装备的提升嘛 你的装备提升 可以增加一些 能增加法伤的装备 这个技能在团圣中的伤害 是十分十分可观的 十分可观的 好 然后咱们来看二技能 二技能这个活性电机 简单来说就是 你开启之后呢 然后你敌人打你 敌人打你就会缴械 所以说它是一个 不让敌人打他的这么一个技能 其实并且并且时间到了之后 它这个时间还挺长的 6秒钟 你可以冲着敌人阵营里面去 敌人就只能拿法术甩你 如果万一打到你的手键A到 你就会被缴械 缴械的时间还挺长的 满只有3.3秒 这对于一个 依赖平A打输出的那种大哥来说 是非常可怕的 比如说尤其是那些不出 不出什么BKB的那种大哥 就比如说美杜莎这种 把你A一下被缴械了 完了是吧 然后3.3秒A不出来 而且持续6秒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它对于 那些不出什么BKB的那种大哥 是不可能不能打他的 所以说它的肉度 还是比较可观的 第二就是说 这个技能其实可以 可以配合3技能来用的 3技能就是 你先开2技能 然后跳进去 然后这么一炸的话 这些是沉默 因沉默的话 在A又是沉默加缴械 对吧 这两个就是又不能平A 又不能放技能 那岂不是变成废物了 对吧 所以说它对于团战的那种 限制和影响 还是就敌方的限制 跟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一个技能 算是炸弹人的一个保命技能 除了就是咱们说是 它可以缴械敌人 让敌人不能攻击他 变相的增加了自己的生存能力 或者热度 第二是开启之后 有一个明显的这个移速的提升 移速提升15% 25% 30% 满机有30%的移速提升 然后如果你是进攻的话 开着这个冲进敌人阵营也是可以的 第二个就是逃跑 30%的提速 你开着这个往中跑 一边跑一边加速 敌人还不能A你 所以说炸弹人的生存 由于二技能来说 算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 且这个技能的CD是16秒 然后加成时间是6秒 等于说中间只有10秒的真空期 你没事的时候 也可以用来这个技能 没事的就开了以后跑战场 就是赶战场也是可以的 耗篮不高 只有60秒的一个耗篮 然后这个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技能 那咱们看三技能 三技能其实是一个招牌型的技能 跟过去是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说是自爆 就是自杀攻击 是吧 然后跳起来 然后对范围内的所有的敌人 造成一个高额的伤害 并且沉没敌人 然后这个高额伤害是200 然后400 200 300 400 500 满级就是有一个500的一个伤害 然后沉没时间是4 5 6 7秒 这个沉没的时间相当相当的长 如果被炸到了 且没有解沉没的状态的话 对于一些法师的英雄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 然后并且会对自身造成一个伤害 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技能 它其实是吃魔抗 它是魔法伤害 现在并且刚才不是说了吗 对于炸弹来说是 只受当前生命值的一个伤害值 并且它是可以被魔抗抵消的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是680的血 对啊我爆了以后 咱们看一下多少血 好变成了500的血了 但680炸了以后变成500 如果买一个魔抗斗篷 然后这时候炸一下 变成530了对不对 530的血 然后咱们把这个魔抗斗篷升级成挑战头巾 开启挑战再过去炸 然后不掉血 所以说这个 现在这个版本 魔抗对于炸弹人是有帮助的 就是它可以极大的减少 自杀攻击的这个 就是爆破起飞 现在叫爆破起飞 你们说的标准点啊 然后可以极大的减少 它这个爆破起飞的这个伤害啊 然后让它变得更肉一些 大概是这么一个理解 所以说在团战的时候 一技能跟三技能共同配合 在第一时间内 就能打出超强的爆发 对不对 然后这个技能是360的伤害 这个技能是500的伤害 比如说800多的伤害 砰 瞬间就灌到敌人脸上了 这个总伤害是极高的 所以说它现在是一个 偏爆发型的一个英雄 好 看大招 大招感应地雷 这个跟过去的一样 就是说是施法距离较近 但是作用范围较大的一个技能 它可以埋在这个敌人的范围之内 不过跟过去相比 最大的改动 就是它的这个启动延迟 变得非常非常低了 启动延迟变成了这个 只有一秒的这个启动延迟 并且它能够对那个 就是敌人降低魔抗 这个就是能降低10% 15% 20%的魔抗 所以说如果是极限理论来说的话 如果敌人先吃一个炸弹 吃个炸弹的话 它的魔抗降低了 对吧 然后你再给它扔一技能 加这个三技能 就能对一个敌人 单体遭上很高很高的伤害 当然我没有生是吧 一会咱们 一会咱们测试伤害的时候 可以怎么测试一下 但是其实实战 实际的时候都不会这么打 因为炸弹切入 你不可能就是走进去 然后在敌人脚下埋个雷 等敌人炸 顶多就是在一些阴险的地方 等敌人炸了以后 就在一些必经之路 比如说有一条小道 在这个必经之路上放雷 然后你藏起来 躲着 敌人走过来了一炸 然后你瞬间的给它扔一技能 减速加这个爆破起飞 然后对它造成一轮伤害 是可以的 团上的时候其实没有必要追求这个东西 如果这样的话 反而会让你的一三技能 不能第一时间的轰到敌人身上 你完全可以这么进场 放雷加一技能 然后这个雷一炸 一技能再爆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的 少了一个爆破起飞的这个魔抗的提升 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 并且这个技能由于它是不能叠雷的 大家注意这个雷是不能叠的 就是你不可能两个雷放在一起 它是有一个最大的限制的 你看这个红圈就代表着 我只能放在红圈外面 是这么一个样子的一个地雷 所以说打团战的时候 但它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打团战的时候你可以 我给它升的满级 打团战的时候你可以这么进来 先放个近的再放个远的 然后再放个技能 就这么棒棒棒能炸三下 如果敌人队友给个控制的话 队友给到了控制 那么在控制时间内 你是能把这三个雷完全释放完的 就是因为它这个启动的时间变短了 只有一秒的这个启动延迟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大概是这么一个理解 行了 然后基础的技能咱们讲了 毕竟这个技能是一个打前非常舒服的技能 因为一级有400的伤害 基本上就是一下一波兵就没了 如果你再配合一些能增加法伤的装备 你像二级的时候 什么575更是一个雷一波兵 它打起来的时候可以靠这个大招来打 冲动时间19 17 15 这个三颗雷 因为一波兵30秒嘛 对 30秒一波兵 所以说是只要你保持一波兵一颗雷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在二级之后非常舒服的 好咱们说一下加点 加点加点由于现在的 你拿炸弹人的一个定义你要知道 就是说是我打炸弹人 是为了在团阵第一时间 把它当成一个爆发系法系打输出的 就说这两个技能 一三技能肯定是要主点的 肯定是要主点一三技能的 然后如果你要追求伤害的话 你可以主三 然后你要追求迟一输出的话 可以主一 比如说我一三对点 对啊 然后不加二 二技能可以不加的 因为你加了二技能了 你的前期的输出就大打折扣了 二技能在前期的意义来说 并不是特别的高啊 然后中间的有大加大 然后最后再把这个二技能点满就行了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 一个加点的套路 咱们看一下天赋啊 天赋的话 三秒感应地雷充能跟 加二十魔抗 我推荐加二十魔抗 因为加了二十魔抗的时候 第一炸弹人自身会很弱 他首先有这个技能 让敌人不能凭A他 物理攻击对于他的输出威胁小了很多 且魔抗加了以后 他又魔抗又很高 自身就很弱 裸装百分四十的魔抗 并且这个刺爆起飞 是吧 然后这个玩意儿掉血就非常非常的少 是吧 那个掉血很少很少 而且随着你的当心的生命值的降低 这个掉血会更加的少 这个魔抗的收益还是蛮高的 然后15级的话 爆破起飞伤害 跟3秒5魔抗恢复 点爆破起飞伤害 这个魔抗恢复都15级了 你完全可以靠一些装备来弥补 什么魂剑 密法鞋 或者说迟一回来的装备 你爱出什么出什么 但是就是15级了 已经不是那种追求回蓝的时候了 这个加200的伤害真的很高 这一爆爆700的 这个就很可怕了 然后你看这随便爆一下 然后再埋个地雷什么的 这一套的伤害就很高 好 然后咱们说追求伤害 然后就加这个爆破几倍伤害 好20级的时候爆破几倍冷却 跟125你先炸弹抓取范围 怎么先来看一下 这个蓝圈的话是这么小的 蓝圈的话是这么小的 如果你加了125抓取范围的话 就变了比较大了 因为这个一技能经常是放空的 经常在团人的时候容易放空 如果队友没有给出稳定的控制的话 你想靠这个技能来炸敌人的话 是有失误的机会的 那么这个范围加了以后 第一它能够减速敌人 第一能够比较大范围的减速敌人 让敌人就是走不动路是吧 很容易抓到敌人 第二是降低了你这个容错率 还是一个不错的技能的 然后这个爆破几倍 减15秒冷却 它本来是满集30秒 减15秒之后 就变成了15秒的一个爆破几倍冷却了 它在团阵的时候 至少可以打出两额技能 输出是更高的 一个是降低容错的 一个是打输出的 如果你追求极限输出的话 是可以点这个爆破几倍冷却的 可以让你的团阵输出变得非常暴力 25级经典的加252的攻击力 跟这个0.8秒启动延迟 推荐加地雷延迟 因为252的这个攻击力意义不大 咱们就跟这个252的攻击力 就什么一样 比如说你是宙斯 你不是炸弹人 你是宙斯 对不对 你出了一身的法系装备 然后呢最后一看 哇加200多的攻击力 给把圣剑 那我点一下它 结果发现你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进行输出 因为你既没有什么爆击装 也没有什么攻速装 对不对 你的攻速不快 这种攻速不快的情况下 我加攻击力收益不是特别的高 然后加这个0.8秒地雷感应延迟的话 你可以就说是让这个雷瞬间秒爆 然后打出一套非常非常夸张的速度 就比如说咱们跳过来 先买一颗地雷是吧 买一颗地雷 然后再买第二颗 然后再买第三颗 你看这种棒棒棒 这么来回炸 你甚至就是说是你一套技能 都可以把敌人直接秒了 这个是很夸张的 因为它的爆炸速度非常的快 你在队友的一个控制的时间内 比如说一个Lion 一个跳羊 加一个穿刺 就是你在光这两个控制的技能 就可以把一个敌人很厚很厚的血 3000多的潮汐 这是30级3密装备 3000的血是真的吧 对不对 你可能就把它就秒掉了 因此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 你可以很短的时间内打出超高的爆发 咱们打游戏要有一个完整感 对对完整感 好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咱们说一下装备 装备的话 首先就是前期的话 魂界密法你可以出 因为出了以后你的回蓝量是得到保证的 然后咱们说 几个关键装备 绕行天版面就拆了 拆了以后可以把这个 这个玩意合成那个什么 合成这个以他之境 这个以他之境 对于它来说还是很关键的 因为它首先能让这个感应地雷的 这个视法距离变大 变大了以后 你可以在远处把这个感应地雷 这个感应地雷非常大 你可以就把它当成老板的头 头筒 头扎的筒 并且它是可以增加这个简摩抗的 你可以第一时间让它简摩抗 然后配合自己的这套收缩 然后打出一套很高很高的爆发 然后再扔个雷就行了 所以说这个加了 并且这个加魁蓝 加魁蓝加施法距离加魔法上限 都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还有一些装备也是可选的 就比如说咱们来看 还说爆破起飞的魔精和A杖 咱们来说一下 刚才没有讲 先讲一下 就是A杖是活性电击 可以对队友释放 可以给队友 并且引爆的时候 可以造成300点伤害 也就是说你把它也可以给自己放 也可以给自己放 对吧 自己放的当然可以自己放 然后引爆的时候 然后也可以打出一个AOE 对吧 然后你是算是 但是这个东西感觉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除非就是你们队友有一个特别需要冲锋陷阵的英雄 你在后面把这个技能上给他 但是优先级十分的低 十分的十分的低 然后第二个是雷区标识升级 这个东西 他的这个雷区标识 他的CD 就是作用范围变成125 并且那个CD是持续了80秒 这个是生什么来着 不被真实事故发现 反正这个雷区标识就是说 你扔下去之后呢 他这个作用范围变得125 原来是比较小的 现在比较大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放弃一些雷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雷都是隐身的 敌人看不见的 敌人是看不见的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现在由于你没有那么多的雷了 只有这一个感觉地雷 雷区标识的意义不是特别的大了 不是特别的大 咱们就不多说了 反正就是说是简单来说 A仗的这个特效不是特别的好 感觉出的优先度不是很高 但是这个魔精的这个就很厉害了 魔精这个 蛮鸟上了 魔精这个就真的是很好用 就是包括起飞 试法距离提升300 并且对受到的敌人 还会造成1.75秒的眩晕 你看这个试法距离 它就太离谱 对不对 你可以从这 你可以从这这么远 然后站到这 并且对敌人造成一个眩晕1.75秒 相当于一个什么群体 群体的一个潮汐大了那种感觉 它的范围也不小 就是这个魔精是非常好用的 A仗4200 就加300点伤害 然后可以给队友放 意义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 这个我感觉这个 因为你看他这个说的是 静止陷阱和遥控炸弹 这个雷区标识的还是过去的 他这个一定要是一定改的 只是7.31B 还没有给炸弹人做完全 咱就不说了 然后 有了这个仪态之后呢 咱们可以把这个仪态 后期 后期合成这个 合成这个零龙心 因为零龙心 他第一 他能加那个冷却减少 有了冷却减少的时候 你的团战的输出就更高了 这个技能只有4.5秒的CD 对不对 只有4.5秒 然后你的CD会非常非常地长 不是非常非常短 然后这个输出就很高 零龙心出完了以后 想想还有什么装备是能出的 对 虚心刀 对对对我想起来 这个完美虚心刀是很好用的 就是 首先 那个他是通过滤杖 然后再通过这个滤杖合成的 虚心刀 也不是特别的贵 且滤杖处理以后 自己能增加全手性 滤杖跟这个火星电机配合 又 又是虚无 又是缴械的 敌人很难平A到你 自身的生存有了一个极大的保证 并且他首先能够 就是挂在身上被动 能够增加12%的技能增强 然后呢 且 对被虚无的敌人 还会有一个40%的模式增强 对于说自己有12% 然后虚无的敌人还40% 额外的增强 所以他的这个增强就很高 你可以这么 然后来一套 是吧 这一套的伤害特别特别的高 很夸张啊 你看 我就 买了两颗雷一套 3000多血的潮汐啊 这血是真的 3040的潮汐 直接就被秒了 对不对 就很很离谱 然后就这么一套技能 这这这这 这个伤害非常非常离谱 所以说有了虚心刀之后 你可以陪有虚心刀 对于一个敌人的大哥来说 造成巨量的伤害 真的是巨量巨量的伤害 这个伤害很恐怖 是吧 然后 虚心刀他就是这个 虚心刀 虚心之刃 还有这个我这个的汇光啊 然后那个幽魂全杖 合成的这个虚心刀 大概就是 这两个装备可以说比较合性 当然这是比较偏大哥型 有钱的 酱油的话 那也就是什么腿腿棒啊 风胀的你就正常出就行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极端的打输出 这两个装备 在如今的版本来说 是非常非常吃香的啊 然后剩下的装备的话 都是选出啊 都是选出 这两个装备都是可以说是必出的 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 剩下的的话 你比如说我选鞋子啊 你前期可以出这个 试一下这个什么 那个宽中之鞋 然后给队友增加buff 或者说你直接出飞鞋 到处买雷去打钱 带线啊都可以 因为他带线的话很恶心 你在线上很远的地方 你藏着 你有了飞鞋 你藏着 各站买雷 然后买个雷 敌人又看不见你 或者说是在丢炸弹 用刺杀去爆炸啊什么的 因为各种带线 然后把线带过去了 用飞鞋去参战 都是没有问题的 什么推对棒啊 然后什么 风胀啊 或者说是笛子啊 什么的肉装 你自己选不出 大概核心装备就是两件啊 行了那个 讲解部分 咱们就到这里啊 咱们来看一下实战啊 实战这个大单人 他是怎么玩的